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容易意识到 而信念价值观身份系统称为上三层 我们很少会对这部分进行思考 但是这部分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直接决定了下面三个层次完成情况的一个好坏 爱因斯坦成说 我们无法在制造问题的同一个思维层次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你发现一个员工行为不好 你需要上一个能力层次上和它对话 在同一个行为层次上对话往往是无效的 那么具体该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呢 接下来我以职场发展为案例 从低到高为你介绍一下每个层次具体体温的方法 首先这低层我们问环境 环境就是外界的条件 包括人、事、物、时间、地点、金钱和设备等 简而言之就是关于什么时间在哪里等等一些提问 比如你所在的领域或者行业正在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你在哪个类型的企业里面工作 企业的规模、性质、知名度等是怎么样的呢 你就职的现在的企业有多久了 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呢 你对薪水待遇还满意吗 你们企业的办公条件怎么样 和同事们相处融洽吗 你将何时何地开始做你真正喜欢的工作呢 那这些提问都是对环境的提问 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上一个层次行为的提问 这个层次是做什么有没有做 指能力的一个实际发挥 也就是在环境中一个人实际做了什么 你可以这样提问 平日站在其他同事的立场上 换位思考处理事情方面 你认为你实际表现的怎么样呢 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首先先反映自己 还是先指责他人呢 你经常向上级提出建策性的建议吗 你在和同事们建立和谐关系方面表现的怎么样呢 你能平时积极主动学习来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难题吗 平日工作中 你在单折 勤奋 细致 守时等方面表现的怎么样呢 那这些提问都是关于行为上的一个提问 我们再往上一个层次来到能力的提问 这个层次涉及到通往事业成功必须要的一些技能 一个高效的管理者必须具备三种能力 专业技能 人际关系技能和全机关的决策技能 全机关决策技能也称为概念思维或者系统思维一个技能 那么职位越高后面两些技能反而越重要 所以要晋升不能只有岗位的知识技能 还需要修炼其他技能 你可以这样问自己 请问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专业技能 可以保证你在岗位上表现的足够的一个出色吗 你是怎么评价你在培养和领导团队方面的能力呢 你在协调各个部门的利益 站在整个企业角度去做决策的能力怎么样呢 你怎么看待你的问题分析和解决能力呢 为了实现事业目标 你还需要补充什么新的技能呢 我们再往上个层次来到了价值观信念的一个层次的提问 价值观信念决定了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态度立场和观点 影响着你对事情的一个处理和具体能力的一个选择 你可以这样进行提问 你为什么这样做事 为什么不那样做 工作中这些事情对你来说 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如果你具备了这种能力 对你有什么具体好处呢 好 我们再来到上一个层次 身份的一个提问 身份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 包括怎样看待自己 怎么给自己定位 换句话说 就是你准备你怎么样的身份去实现人生的意义 你可以这样问自己 你在工作中具体的定位是什么呢 为了实现你的事业目标 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呢 退休前 你希望你在企业里面实现的最终的角色是什么呢 好 最后我们来到了最上层 也就是关于系统的一个提问 在外面有时候系统也指精神 那系统是指你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或者事物之间构成的一些关系 涉及到你的人生意义 你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 你可以这样提问 如果你的事业成功了 会具体成就他人什么呢 你希望在事业上能带给别人的影响或独特的贡献是什么 当你实现事业梦想的时候 你希望会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感受到什么呢 好 最后一个加餐工具就分享到这里 恭喜你 你已经学习完了所有的课程 接下来 如果你能够勤加练习 就会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技能 从而可以切实解决很多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同时 你也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负能型的领导者 激发团队潜能 希望以后我能有缘 听到你的好消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